主料,生蚝100克,剩米饭一碗,潮汕肉饼80克,吃鲍鱼20克,辅量,油,盐,葱,香菜,姜片翻片,冬菜,麻油少量,盐少量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新鲜生蚝加吃鲍,学名大地鱼干,香港人乘方鱼节潮汕肉饼,也可以用肉末代替, 剩米饭半晚用剩米饭套粥,风味更佳,最重要的做法就是用剩米饭卧,现在也有很多用现煮的粥来做砂锅粥了,口感差了很多,生蚝用盐轻轻揉洗,用流动的水冲洗干净,朝向肉饼切条,赤芙用水洗一下,剪刀剪成小条,葱切粒,香菜切末,姜片翻片加适量的冬菜,赤芙鱼先用白锅炒香, 无下油,中小火干炒出香味,砂锅中加入适量的水,烧开,加入剩米饭,用勺子压碎,煮开,加入一半的赤芙鱼碎和朝山肉饼,转小火煮两分钟,大火加入生蚝,撒入香菜碎和葱栗,生蚝煮熟后,加入少量的盐,加入冬菜,撒上适量的香麻油,放入剩余的赤芙鱼碎,上桌,趁用享用, 烹饭技巧,一,没有朝山肉饼,可以用肉末淡器,用肉末来煮是很正宗的做法,二,葱,香菜,冬菜和姜片,不要小瞧这四种配料,在这个粥里,它们和生蚝一样,都是主角,缺一不可,三,冬菜是有行为的,所以下的盐量不要多, 四,最后出锅前可以撒上适量的白胡椒粉,因为我这是作为早餐之用,所以没有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